我们好像越来越笨,也越来越累了 更别说谁没点轻度抑郁啊 当然,这里我所指的我们 是那些和我一样总泡在网络上的人 大家现在都知道通过看剧,玩手机,娱乐的方式休息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休息 我们在一天之内被动主动获取的信息量 可能就超过古人一生的信息量 糟糕的是,这99%的信息根本就是噪音 大脑的工作记忆能够容纳7个记忆板块 当我们在快速的切换信息来源时 尤其像端视频或是封面很吸引人的内容 都会让大脑负荷过重 可惜的是,哪怕是一些知识类的内容 它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形成逻辑层,进入长期记忆 碎片化的学习是一种自欺欺人 它恐怕不能被冲为学习 但它确实构起了兴趣 它带来的更大危害倒不是我们没有在学习 而是我们以为自己在进步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事实是,哪怕你成天都泡在网络上的知识社区里 也并不能够真正的形成系统性的学习 我过来不是想要反驳 互联网确实打开了我们的眼界 我们可以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举个例子,大家对原生关系 依恋理论,各种经济学,哲学的观念都如数家争 如果你胆子再大一点的话 可能看过几个视频 还以为自己理解了样子物理 事实上,关于这些理论 我们顶多只是听了个皮毛 我们只是听说过 并不代表我们真的融会贯通 纳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内 学了个寂寞 脑袋还越来越累 问题不仅仅是内容的碎片化 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也是随便化的 常常会被软广告打断 被各种新闻应用提醒 甚至是他人的短信所打断 每一次的打断都会削弱 工作记忆对其的认知 导致我们每次的工作记忆都要重启 其实非常的低效率 而且占用大脑空间 纷繁复杂的信息内容 一开始令我们兴奋不已 好像一切都那么有趣 一切都那么吸引人 事实随着多巴胺的预值上升 我们将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离人生中最宝贵的体验心流 也将越来越远 心流体验需要我们的投入 我们却一边期待看着下一个视频 一边心生无聊 一是电子设备的蓝光 会打乱我们的生理节奏 让睡眠质量变得很糟糕 二是长期接触 极度刺激的内容 会不断地刺激大脑去分泌多巴胺 更糟糕的是提高多巴胺的预值 让大脑不仅疲惫不堪 还渴望更多 而且这种渴望更多不是很爽 是很焦虑 而我们当中聪明的那些人 会选择摆脱那些公司的圈套 公司的目标是盈利 盈利的方式是令我们上赢 聪明人会借用互联网的信息 激起自己的兴趣 并且深挖专注持续耕耘 挑战提出问题 一层层的抽丝剥茧 真正内化学习 那才是利用信息 而不是被信息绑架 只可惜我们总是陷入 下一个视频文章产品的陷阱 我希望在日常 在我们与科技相处的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清这一层迷雾 轻易就可以获得的知识与答案 并不会令我们获得一丝的成就感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脱离看似无限 使得低质量高重复的互联网时间 回到真实可触碰的生活里 去闻到青草树叶的味道 置身于大自然中 哪怕是在小区的绿化带散步也可以 总之去投入任何可以让你的心思 较长时间投入的活动里 例如阅读 瑜伽 运动 冥想 等等 当然 我还有一个小绝招和大家分享 最近我发现 我去年冬天所发布的瑜伽睡眠 突然活起来了 试用过的人 似乎都亲身直接体会到了他的奇妙点 事实上 Yoganidra正是现在脑科学研究当中 炙手火热的话题 也是顶流科学家Andrew Huberman 大力推崇的一种休息方式 真正让大脑休息的方式 我第一次尝试Yoganidra 是在印度学习瑜伽的期间 因为时间较长 每一次都感到自己进入了睡眠 又在末尾神奇的自主唤醒 并且感到神清气爽 后来这件事情被我放置到了一边 直到听说脑科学家给古老的瑜伽睡眠 重新包装了一个名称 NSDR 科学家声称45分钟的瑜伽睡眠 约等于4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Huberman更是在每天清晨或是午间 都会利用瑜伽睡眠来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 他和瑜伽当中的大休息数非常类似 只是目标更多介于将大脑处在清醒和睡眠之间 让身体和大脑都进入深度放松的状态 你只要试一次就一定可以体会到它的神奇功效 哪怕只是短短的10分钟 也比身不可测的午睡更保险更高效 更神奇的是科学家还发现 如果我们在学习过比较困难的一些技能 不管是运动类的技巧还是新语言 甚至是新的知识考点 在学习完以后练习又赶紧转 甚至可以更强的巩固刚才学习到的内容 这是一个真正可以让大脑放松 并且还会让我们越来越聪明的方法 它是免费的 而且它花不了多少时间 你有试过吗? 谢谢大家 小巧克力 起码